大家好 今天 诶 因为这个课期时间 蛮短的 算起来 如果跟那个 因为等于是 一般的话 分两期 一期可能都要 时间长至少30个小时 可是你们只有12小时 所以我们就抓那个最重要的部分 来来 就抓一些比较重要的范例 直接演练 然后你们可以透过一些范例 做学习 当然学这个Python语言 以往当然要很花时间 其实最重要还是一定要不断的实作 然后要debug 然后要记的东西非常多 那所以如果要成为一个 可以开始写程式的一个 毕竟工程师 你要coding的话 其实对一般来说 其实我觉得还蛮花时间的 恐怕没有个 一年半年 可能 应该要写点程式有点困难 所以慢慢的 可以思考另外一个学习方式 就是透过HRGBT HRGBT 我觉得 以AI目前的发展来看 已经相当好用了 主要就是说 以往你可能要写一些程式 你不会写那怎么办 不会写你可能Google Google的结果 通常会让你感觉好像 哇 怎么这么多 不见得是你要的 可是它给你一大堆 然后你可能找不到答案 那如果HRGBT的好处 就是说至少它会知道你的需求 它会根据你给它的问题 它提供给你你要的答案 那这个问题很重要 会不会问问题 我觉得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很多人 不太会问问题 那当然得到的答案 就不正确 那我发现 反正你也不用太 把HRGBT 沟通这件事想得太复杂 因为其实它就是 所谓的AI 人工智慧 其实它大部分都模拟 人的叙述 所以你只要给它重点 比如说第一个 你要什么语言 请帮我写一个 Python程式 第一个 一定要先告诉他哪一种语言 那未来如果你要学VBA 也可以 请帮我写一个VBA VBA程式也可以 然后呢 逗点 后面的话就跟他讲需求 你的需求是什么 那当然有一些比较常见 像BMI 有没有 你其实我后来发现 不用解释 请帮我写一个什么程式 然后逗点 内容为什么 就是BMI的计算 它其实 就马上帮你写出来 OK 但是有一些名词 好像太专门的 就是在一般人 不会用到的 那可能你就要说明一下 专有名词 OK 那专有名词 如果我的习惯是先踹踏看 会不会这专有名词 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就不用太过说明了 那如果他不知道 没关系 你再下一个问题的时候 再跟他讲一次 OK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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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根据上一题的什么什么 然后你补充说明一下 也可以 你就是 让他知道一下你的需求 而发现 关于那个 城市这一部分 其实GPE是算是很厉害的 那你其他 当然也很厉害 比如说 因为现在教育部主推就是 深层式AI 那深层式AI 就是利用AI 帮你产生一些什么 最多就是文本 文本就文字 比如写报告 写企划案 比如说 回复email等等的 那或者是深层式音乐 因为现在很多人做音乐的 有没有 也用AI来做 这个作曲 或深层式土挡 有没有 像那个 也有很多是用AI 那其中呢 深层式 城市部分都 我觉得他蛮厉害的 好 这部分当然 诶 可以 多多跟他磨合 而且现在才3.5 免费的 如果4的话 我想应该更厉害 那更不要说 即将要推出的4.5 OK 你看没多久 马上又一个新的版本 一个新的版本 那可见的 以后真的 慢慢我想 写程式 这一个部分 可能越来越不需要说 像以往 要很扎实的功力 但以前老师都说 你一定要很认真 你都不要用抄的 一定要自己 从头到尾写 可是问题是哪几个人做得到 我看最后写完的人都放弃了 因为太难了 谁要做这种事 所以以前学程式的 他们 我听到的都是很副相的 那个 就是过程啊 我 学完之后再也不想学程式 谁要碰这程式 对齁 但我觉得这样是反而 就是 亚苗助长 有没有 反而像我现在的教学 我刚才讲说 你不用 你上课专心听就好了 你暂时不懂 你刚才回去看影片好了 或者是你把CHARGB学好 也OK 因为学习程式 本来就是解决问题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把它弄得很痛苦 所以如果你假设上完我的课 觉得有点痛苦 那你可以暂时先休息一下 真的不要 我是觉得 我是希望你上完我的课之后 喜欢这个课程 不一定要喜欢啊 不要讨厌就好了 OK 不然我发现很多人 上完某个老师的课之后 觉得 再也不想摸那个东西 因为会有阴影嘛 感觉好像 随时都会有一种 不喜欢 不愉快的经验 OK 那所以 其实我觉得程式 这是必然 因为AI这个也不用讲了 因为AI 但你目前来看 好像 好像对一般 影响不大 但是我觉得即将会非常 非常的 感觉的出来 当然现在股票 你只要 AI概念股 几乎都飞涨好几倍 像那个 之前到台大演讲 那个黄仁勋 NVIDIA 有没有 股价就飙涨三倍以上了 而且他很聪明 来台湾 然后做个秀 哇股票就整个涨翻了 因为他等于知道 全世界 最厉害的AI基地 就在台湾 因为半导体相关晶片 没有一个地方 比台湾更厉害 什么都有 有没有 整个一串的供应链 从上游到下游 没有一个地方 比台湾更厉害的 OK 所以 而且他又有华恩贝 所以他那时候演讲 第一句话就讲台语 他还说我是 他 表示说他这个 是有一种认同感 大家也都support他 所以没多久 那个苏大妈也来了 有没有 而且他们还有 还是亲戚关系 他叫他舅舅 这很妙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奇妙 而且未来最重要 硬体一定是要优先的 如果你没有好的 就像CPU 你不够快 你一定跑不过来 后来GPU 而且那个GPU是 我们以前那二十年三年前 刚开始的时候 GPU根本不算什么 最重要的是CPU够快 可是现在呢 是GPU够快 为什么AI的演算 很多都靠GPU 但是现在GPU也不够看了 因为GPU跟CPU的设计 都是以前的思维 如果你要AI专用的话 可能要NPU 或者TPU 反正有利 因为里面很多都不是一个变数 不是单一一个萝卜坑的 是一个 很多坑里面要放很多萝卜的 那如果你以前用旧的那种CPU来做的话 哇 它就很慢 一个一个慢慢放 一个慢慢切 切完 再慢慢放 那你导布 你就给它很多东西嘛 暂存 你就通通放进去 一次就搞定了 那不是很好吗 OK 所以下一个世代 有一些东西 而且这东西其实在台湾 做的还蛮好的 隐藏冠军 所以你们可以关注一下相关股 股票 有这种概念股的 可以先买 我刚刚没玩意 我不是飞机师 我只是觉得说 这个从30年前那个网路 那个泡沫 网路的那个新企息 差不多多少 我觉得那轨迹很像 所以1995年到2001年 网路泡沫 大概差不多 因为那时候网路只要跟网路挂钩 所有的股票都飞涨 而且那家公司 即便营业额非常差 但是 他就有很多人投资 OK 啊他也不要买什么 他也不要投资什么 所以就一直花一直花 然后打广告干嘛的 可是后来 发现原来是 吹的 所以慢慢就爆了 OK 他只是说谁先爆 谁晚爆 然后当然爆了一年半 全部都爆 OK 所以呢 AI其实也有类似 所以现在很多那个 相关的东西 其实只要挂个AI 或挂个什么 它就卖了 像现在电脑书 只要挂个 XGPT 辅助什么的 哇 这本书就卖了 可是你会发现 它只有一个章节是讲 其他都是旧的 对 它也是在排行榜里面 很多 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楼下那个也是一样 这很多只要挂个 GPT 或者XGPT 哇 这就 所以有时候是跟风 那Python也是类似 其实Python现在 但你也不能说 它真的只是好像 好 就是玩具一样 因为早期 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真的很多人无法辨识 这东西好不好用 那就会变成一窝蜂 那一段时间就又不见了 但我是觉得 这东西应该不会 窝窝的感觉 因为 我也不敢说是专家 但是在这个领域 应该蛮长的时间了 所以 看得到那个改变 很多其实历史好像也不断的 反复的重复 都会变成一窝 都会变成一窝 都会变成一窝